别人打字是这样的 我打字是这样的 hello大家好 归来了 我发现最近矮轴键盘火起来了 键盘圈的大神们好像都玩过了各种各样的键盘类型 也玩过了各种键帽和真相 都现在换了新的发烧角度了 有很多人评价 退烧半工键盘 Maya打字YYDS 还有马自然的最后归属 今天就来开下一块 绿点KU102安卓机械键盘 它是苍宁绿的配色 想要生活过得去 键盘必须带点绿 这块键盘的价格中规中矩 不贵 到手价是260左右 而且是我们老板掏钱采购的 要不平玩送 送我一块吧 打开包装后 除了键盘主体 还负责了一包Mac的键帽 这款键盘我第一感觉就是 真轻娃 官方数据是485克 不到一瓶水的重量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吧 490克 再看一下我之前用的键盘 快两斤了 很有分量 KU102这个重量和大小 如果是带出去就很方便了 现在不是有很多FPS游戏选手 出门都带矮轴的键盘了吗 这一块苍林绿的配色 我感觉呢 是跟偏青色一点 拿来办公也不会显得花哨 89件的排列 保留了右上方的功能确按键 用显眼的橙色来区分 尝用这些键盘来办公的同学 应该会觉得很方便 这个按键失损了 没见过啊 其实这个呢 是表情包和截图的按键 既然大家都比较喜欢用表情包 也爱截图 我觉得呢是很实用的 键盘上方呢 是一个模式切换波轮 可以调换Windows和Mac两种模式 如果你用过妙控键盘 你就会发现 运量这款键盘的布局逻辑 和妙控键盘是有点像的 这回钱包不是N股的小伙伴 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不用总给苹果送钱啦 一块妙控键盘要七八百呢 KU102呢 是有线和蓝牙双模 蓝牙可以连接三台设备 可以通过FN加波浪和FN加123 这样的话就可以签换不同的设备 有线还可以连一台 这样一共就可以连四台设备 它也支持Linux系统 华为的红某系统 安卓手机连接是可以用的 终于到了箭轴部分 以樱桃箭轴为例 全尺寸的箭轴高度呢 是18.5毫米 而矮箭只有11.9毫米 矮箭带来的变化呢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箭程有变化 大部分标准箭轴的形成呢 是4毫米 而矮箭差不多只有3毫米 但它的高度 在你手指按下和回抽 总共呢 要少移动2毫米的高度距离 这样手指能更快的移动到下一个箭帽 我第一次用矮箭的感觉 觉得它的手感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的 但是呢 很明显的感觉到打字会更省力 你下意识的时候 打字速度就会加快 我印象中好多年前 我去长辈的单位 就用过他们那种很老的联想台式机 当时就觉得它那个键盘很好用 这两天呢 我也查了一查 就是这种比较矮的一件设计 当然它那个是薄膜键盘 它这块键盘底部呢 是没有脚撑的 但是设计成了适合打字的6度倾斜角 和普通键盘相比 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差别是 两种键盘的高度差有区别 它那个整体高度呢 就会比较低 打字的时候 手腕弯曲的角度要更小 手腕这部分呢 就会更轻松啦 当你打字的时候 如果键盘整体相对于桌面比较高 那么你的手腕弯曲的角度也会比较大 自打多了呢 手腕也会酸酸的累累的 顾总 你要得擦 顾总 这次我泡的茶是热的样子 日联KU-102用的是LP的薄型轴体 类似茶轴的手感 但是要更瘦滑 柔软一些 它的十字轴心结构也可以兼容普通键帽 而且打字的声音会比较小 不到40分贝 刚开始玩键盘的时候 大家都会对那些霹里啪啦的轻轴什么的 充满期待 觉得这才是一块机械键盘该有的样子 但随着用的键盘变多 有时候就会觉得这种咔哒咔哒的声音 不光影响了同事 而且成为了办公室的公敌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打字写报告 思考一些事情也会觉得 这种声音听起来就很吵 很烦心耶 那这个矮键的声音呢 我觉得是挺好的 不会像薄膜键盘那样完全没有声音 打字的时候总没有那种灵魂 这种轴体呢有一种微断落感 这一点又关了苹果的键盘手感的同学 应该会蛮熟悉的 键盘的键帽威腰 如果是配笔记本的话 真的会很好用 笔记本一般的键帽就是比较平的 纯平的 铁板一样 K1.2是双色的注塑工艺 键帽呢是自透背光的 背光是白色的 可以手动调整亮度 四档的亮度 而且有15种灯效哦 现在我就挺喜欢用键盘背光的 尤其是简单的白色 真的不需要华丽的RGB灯 最好方面呢 它配的是1800毫安时的锂电池 官方标称续航时间 可以达到15个小时以上 关上灯光呢 可以达到150个小时 这块键盘怎么样 大家觉得呢 我觉得手感外观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如果你打字比较多 想要一个手指省力一些的 手腕舒展一点 然后声音再小一点键盘 我觉得这种矮键的键盘确实可以试试 很多人呢会喜欢104配列 用小键盘区的键盘来办公 我觉得官方应该也会推 那这种89配列的键盘体积呢 比较小省空间 那这个长度呢 配笔记本就刚刚好 如果码字比较多 而且用的是笔记本的小伙伴 强烈推荐你弄一块试试 觉得不好用 五毛包油解军筹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视网工长顾燕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